热粹香农会在文化及支持下 特别在复原村还有农会本部大楼 举行书法老师免费辉豪镇春联的活动 书法老师也因应民众的身份职业等需求来克制化春联 而文旦幼农就以幼字 秦老师写了保佑平安春联 另外一位养猪户则是以精益求精 希望农年养猪场的株枝繁衍生息 各种创意有限非常有趣 结束复原场后 由玉峰与詹修局两位书法老师还没做定位 就开始执笔辉豪 前来索取春联的民众是几包现场 日子乡农会发扬传统书法文化艺术 同时增添年节气氛 今年第七年结合花莲县文化局来推办书法老师免费挥豪振春联活动 尤其今年也首次加开复原场次来加会复原三村区域的乡亲民众 那因为农年快到了 我们也想说春联在农村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性的一个活动 所以特地邀两位大师下乡来书写春联 那也希望说能把这个农年的这个好运带给我们瑞翠所有的一个乡亲 那今年除了在瑞翠农会本会这边书写之外 那我们也特地增加了一个点 也就是到我们的复原三村 我们的复原保安工来做一个春联的一个书写的活动 那在这边也祝福我们所有的乡亲农年行大运 那农年大吉祥 随着讲求速度的现代民众自写 春联已经是寥寥可数 也因此现场才刚挂上去的春联也立刻被秒杀 十分的抢手 书农老师也因应民众的需求 客制化百供百业的春联 就由文旦幼农选童因自义的保佑平安自聚 而这位养猪户则是已经亦求精 希望农年养猪场猪肢繁衍生息 民众看了也不惊玩耳 它才会干 没有的啊 马上就干了的啊 对 这次的很快干 书法老师回好落指 龙年吉祥祝福的话语字句也活灵活现了起来 不过瑞士乡民的创意涌现 各式怪奇春联字句也要染纸上 还没贴在大门上 就已经成为了大家目光的焦点 十分有趣 记者是玉兰瑞社采访报导